透过模拟职场情境教学 也希望能够帮助学员 学成后缩短适应期 高雄市劳工局博训中心 云端运用与ERP行政事务班 着重身心障碍者实务训练 特别训练中英文打字 电脑基本概念 office办公室 整体应用等 并模拟职场情境教学 让学员学成后缩短适应期 在行政事务部分 我们学到了office的软体 分别有中达 英达 还有office系列 跟最后的云端 因为现在在职场上 云端很重要 尤其是疫情过后 如果要跑线上的会议 或是说我们线上工作的话 云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所以我们在整个课程 检定结束之后 我们会来进行云端的课程的应用 就是线上作业的那一个部分 还有线上office 或是我怎么去共享 这些我们全部都会叫 那今年行政事务就是我放比较多 是在那个实务上 例如说他们每一次 检定完这一个软体之后 我会请他们自己 就好像是说业绩销售的感觉 也是一样 就是把它带入到那个实境当中 就是工作的实境当中 包含来早上 我们都要自己去做打卡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做训练 就还蛮着重在那个行政事务 因应疫情 张晓平训练师在课程中 更加强学员在云端的应用 例如线上视讯开会 线上共享文件等 并邀请企业主管 至博训中心担任业师 教导实务的竞销纯ERP系统 让学员结业后 能从事行政厂务人员 进出或管理人员 文书资料处理等工作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